但以理书第七章 巴比伦王勃沙撒第一年 但以理躺在床上时 他做了一个梦 脑海中出现了异象 他就把那梦记录下来 把事情的重点述说出来 但以理说 在夜间的异象中 我看见天的四风搅动大海 有四只巨兽从海中上来 形状各不相同 第一只兽像狮子 却有鹰的翅膀 我一直在观看 看见它的翅膀被拔去 它从地上被举起来 两脚像人一样直立在地上 又有人的心给了它 我又看见另一只兽 就是第二只兽 它和熊相似 挺起一边的身躯 口中的牙齿掀着三根肋骨 有人这样对它说 起来吃多量的肉吧 此后我继续观看 看见另一只兽像豹 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 这兽有四个头 又有权柄给了它 后来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继续观看 看见有第四只兽 非常恐怖 十分可怕 极其强壮 它有大铁牙 它吞吃咬碎 又把余圣地用脚践踏 这兽和前面的各兽都不相同 它有十个脚 我正在 纠查这些脚的时候 看见脚的中间 长出另一个小脚来 在这小脚前面 有三个先前的脚 连根被拔起来 这小脚有眼 像人的眼 又有一张说夸大话的嘴 我一直在观看 看见有些宝座安放好了 万古长存者就坐上去 它的衣服洁白如雪 它的头发纯净像羊毛 它的宝座是火焰 宝座的轮子是烈火 有火向河涌出 烈火从它面前冒出 侍奉它的有千千 势力在它面前的有万万 审判已经开始 案卷都展开了 那时因那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 我继续观看 看见那兽被杀 尸体被毁 扔在烈火中 至于其余的三兽 他们的权柄都被夺去 他们的生命却得着延长 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继续观看 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 驾着天云而来 到万古长存者那里 被引领到他面前 得了权柄尊荣和国度 各国各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都侍奉他 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 是不能废去的 他的国度是永不毁灭的 至于我但以理 我的灵在我里面忧伤 我脑海中出现的异象使我惊慌 于是我走进其中一位势力者 问他有关这一切事的实情 他就告诉我 使我知道这些事的意思 他说 这四只巨兽就是将要在世上 兴起的四个王 但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 拥有这国 直到永永远远 那时我想知道 有关第四只兽的实情 他和其他三兽不相同 十分恐怖 有铁牙 铜爪 他吞支 咬碎 又把余胜的用脚践踏 我又想知道 有关他头上的石脚 和那另长出来的小脚 以及那三个 在这小脚前面倒下的脚的实情 这小脚有眼 有说夸大话的嘴 他的形状比他的铜类更威猛 我继续观看 看见这小脚和圣民征战 战胜了他们 直到万古长存者来到 为至高者的圣民伸张正义 圣民拥有国度的时候就到了 那位施力者这样说 那第四之兽 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 和其他各国都不相同 他必吞吃全地 践踏咬碎全地 至于那十脚 就是从这国中将要兴起的十个王 在他们以后 必有另一个王兴起 和先前的王都不相同 他必制服三个王 他必说话抵挡制高者 他必折磨制高者的圣民 又想改变节旗和律法 圣民必交在他的手中 一载 二载 半载 但审判要开始 他的权柄必被夺去 他必被毁坏灭绝 直到永远 那时 国度权柄和普天之下万国的大权 都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 他的国是永远的国 所有掌权的都必侍奉他 顺从他 这事到此完毕 我但以理心中十分惊慌 脸色也变了 但我把这事存放在心里